皇上驾到,准备接驾 大家好,这里是ITCommand 这期节目呢,我教大家如何让你的家会说话 而且呢,还会让你的家说中文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呢,做了一个联动,做了一个自动化 也就是说我的手机呢,回到家的状态 我现在把WiFi打开,它就会变成到家状态 我的手机变成到家状态之后 这个音箱,这个音箱是用3.5连接的树莓派 然后它会通过,它会通过这个音箱发出声音 那么呢,我的手机一旦连到了我的树莓派 然后就会触发我回家的这个联动 联动就会帮我,让我的喇叭发出一些中文 怎么样,大家觉得是不是很酷 那么呢,我下面呢,就带大家做一下如何 让你的家会说话 而且呢,还会还是说中文 好,现在呢,我带大家来安装一下 我们的百度的文字转语音服务 让你的智能家居会说话 首先呢,我们还是打开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名字是让你的家会说话 然后我们按照这里面的步骤操作就可以了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一步 需要注册百度云 我们访问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呢,我已经打开了 并且已经成功用我的账号登录了 这个呢,网站用百度账号就可以 登录就可以 如果你没有百度账号呢 我这里呢,也不带着给大家演示 如何注册百度账号 其实很简单的 然后我们登录之后 点击右上角的管理控制台 打开控制台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 我们首先呢,要建立一个应用 我们点击产品服务 选择人工智能 里边的语音技术 语音技术打开之后 大家看,左边以创建应用一个 这是一个我已经创建好的应用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要点这个创建应用 根据它的提示创建一个应用 我现在不演示这个创建应用了 也很简单 我直接给大家选管理应用 大家看,这个应用就是我用来 我用来实现我们百度TTS文字专业音服务的 一些API的密钥啊 还有一些APPID等等信息 这三个部分一会儿我们会用到 我们先把它留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网站 我们在Home Assistant的文件底下添加 如下的内容 我们先把这些内容呢 复制到简介板 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点击左侧的Configurator 这里要提示大家 这个Configurator并不是我们Home Assistant自带的 是我安装的 这个Configurator很好用 它可以直接让你在网页端 编辑你的配置文件 并且还可以排错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安装 请查看右上角弹出的视频推荐 视频推荐里的视频 就是教你如何安装 这个Configurator到你的Home Assistant 并显示在左边的菜单栏 好 那我们看我已经打开了配置文件 我们点文件夹 然后打开选择 Configuration.yaml 这个文件打开之后呢 我们检查一下路径 这个路径没问题 大家看这里边有个TTS 如果你是可以正常访问Google的 这一条呢 你可以留下 如果你不行的话呢 那把它全部删掉就可以了 我现在演示给大家是我们不可以访问Google 我们到下一行 把刚才复制的文件 然后粘贴到这里 然后把TTS 变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TTS这个大类下面有两个平台 一个平台是Google 一个平台是百动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到了刚才需要的那三个ID 还有Key啊等等 我们回到百度智能云的管理中心 我们复制APPID 替换到这个位置 然后下一个就是APIKey 我们复制APIKey 到APIKey这个位置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密钥 也把它复制到这个位置 然后下面这四个选项呢 有一些解释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Speed呢 是语速 这里面有解释0到9的语速 然后语调也是0到9 这里面默认都是5 然后声音大小音量 这边是调到最大了已经 然后Person的位置呢 是男生还是女生 还是百度合成的等等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默认用女生 我们点击一下 右上角这个红色的宝瓷 然后回到我的博客 再往下看 有一个安装播放软件 我们把这两条命令呢 复制到我们的剪切板 然后用我们的Xshell 或者一些其他的SSH工具 远程连接到你的树莓派 把刚才那两条命令 粘贴到我们的Xshell的控制台 等待这个命令完成 大家注意第二条 我们需要回车一下 这个脚本呢 开始的时候 它会问你是否开始安装 我当然选是 我们按外回车 然后软件就会开始自动的安装 在等待的时候呢 我向大家推荐一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教程呢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转发 小本走到这里呢 它会让你输入一个用户密码 我们不输入全部流空回车过去 然后这里的位置呢 我们选0 我们不需要配置其他的音响效果 我们直接选不配置 现在呢 我们的脚本会提示 让我们重启一下树莓派 我们选外 看一下回车 我们的树莓派呢 就会重启 树莓派重启之后呢 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它会安装百度TTS的一些相关的依赖 所以呢 你的Home Assistant的页面 并不会第一时间的返回给你 它可能呢 会时间久一些 我们要给一些内心给它 然后呢 让它完成 我们百度TTS的安装 它自然会把页面还给我们 如果你发现 等的时间比较久 它还没有给你 你可以再尝试 手动的重启一遍 我们的Home Assistant 大家看 现在呢 我的Home Assistant已经重启完毕了 并且把界面已经返还给我了 然后我们回到我的博客 再进行下一步 我们再添加一个media player 只有添加了media player 百度TTS 才知道文字转语音之后 送给哪个播放器 我们把这个配置文件复制下来之后 回到配置文件最后 把刚才粘贴的东西呢 贴到文件的最后 我们要确保media player 这个大类只有一个 在你的配置文件里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右上角的保存 保存之后 我们还是需要重启一下 Home Assistant的服务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直接给树莓牌钻电重启 也可以像我一样 从配置 服务控制 这里边点击重新启动 也是效果是一样的 大家看 这样重启的话 它也会显示连接中段 正在重新连接 那我们等一下 好 这样重启很快 我们回到盖栏 就可以看到我们MDP 这样的一个播放器的界面 并且呢 它这边有关的状态显示 如果你的显示跟这个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有可能你某一步没有做好 所以导致呢 Home Assistant连接不到你的播放器 播放软件 然后回到我的博客 最后一部分呢 我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个 其实使用方法呢 也比较简单 文字转语音呢 它只可以用在自动画里 比如说你打开某一个灯的时候 让它说什么 或者是人家和到家联动的时候 让它说什么 我之前呢 在视频的最开头给大家演示的是 如果我的手机回到了我的网络里 然后触发我们百度TTS 说航上驾到准备接驾 所以呢 我就还是按照我之前视频前面的给大家做演示 我们先把这一部分代码复制到简介板 然后 我们回到配置 然后点击自动画 在右下角有一个加号 我们点击添加自动画 你可以给一个自动画起一个名字 我这里边呢 就不再给大家取名字了 触发条件呢 我们就选状态 状态呢 我们选择 比如说我IT Commander这个用户 Person.IT Commander 从Note Home 这个意思呢 就是 当IT Commander这个用户 从不在家的状态变为在家的状态 并且持续了 三秒 然后才会触发下面的动作 下面的动作呢 我们要选调用服务 调用哪个服务呢 这里边会出现一个多了一个缸度 TTS.百度C 这里边的服务数据呢 就是要我们刚才网站里面那些信息了 我们把刚才的信息连接进来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数据 第一个 Intitle的ID 也就是说 这个位置要填你的media player的ID 如果你有多个 你可以在后面再多加很多个 让他们 比如说你房间里有很多个media player 然后你分别把他们都架进来 然后他们就会 所有的media player都会在我到家的时候 说皇上驾到准备接驾 现在呢 我只有一个 所以我这样设置就是OK的 然后我们点一下保存 返回看一下 这个自动化新建已经成功 并且上一次出发是never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测试一下 让你的手机离开你的WiFi 过一会儿 我们的首页这里边显示 我们IT Commander已经离家了 然后你再把它在线 不出意外的话 你的音箱就会发出声音 说皇上驾到准备接驾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酷 这个功能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里要提示大家的话 这期教程呢 只是给数位派来用了 然后数位派呢 也只能用数位派上的3.5的耳机接口 连接外接音箱来实现 如果你有一个蓝牙音箱呢 还请大家继续关注 我可以听到 蓝牙音箱也是可以这样用的 后面呢 我会给大家做一些教程 蓝牙音箱 如何实现 TTS转语音 文字转语音 好 那本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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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